大家好 我是三喵鞋小尾巴上岗 那么最近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要展开地面攻势 有人会说 这以色列会不会重蹈去年俄军这种覆辙 一小时二十二分速通基辅 结果也没有通道 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那么正经来讲 俄罗斯虽然不承认和乌克兰进行的是一场战争 但是这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当中 这已经是正规部队对正规部队的作战 而以色列这边虽然说跟哈马斯是进行的战争 但实际上本质上他多多少少有点治安战这种意味 那么哈马斯在这场战争当中也不是没有武器的 他什么武器呢 拿人民当肉盾 对不对 这个动不动就把这个老弱妇孺就驱赶到前头 这是他们屡试不爽的一个做法 所以以色列军队在干什么 在加沙地带 这个让北部的居民24小时之内撤到加沙的南部 这个再发动地面攻势 那么当然10月14号之后 以色列说由于天气的原因 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个攻势暂且被阻隔 但是一定不只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因为这里面有一百万难民 对吧 你想想刘皇叔 邪民渡江 那得多艰难 但是以色列这次 如果他是要下定决心的话 那么他一定要尽可能的把这些难民 往没有恐怖分子的这边去驱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恐怖分子一旦有了民众 那就像苍蝇盯上了响一样 那简直就是心花怒放 一定会拉来这种民众去当垫背的 那么你敢打我不敢打我 所以哈马斯最 他最大最强大的武器 绝对不是什么蓝阳钢管火箭弹 也不是什么自杀炸弹 更不是什么皮卡的那种改装的小卡车 他们最强大的武器是舆论 一个以色列人死掉了 对他们来说欢欣鼓舞 一个巴勒斯坦人死掉了 他们表面上是如丧考笔 内心是普天同庆 终于有了一个舆论战的好题材 那么当然在这种战争当中 平民的伤亡一定一定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以色列人要尽可能的把民众驱赶到 不太会有恐怖分子的这种南边去 那么加沙北部这些地方是哈马斯 因为我们知道这边是埃及 这边是以色列边境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地方 那么哈马斯的很多很多的这些地道指挥中枢 就在北边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么以色列是选择准备从这个地方突击 而北部这个地方城市相对稀少 诶 城市相对稀少对于以色列来说也是有利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以色列国防军也好 还是世界上任何的军队也好 拿恐怖分子打巷战 这种事情从来就是头疼的 典型的这个摩加迪沙黑鹰坠落 当时的美国三角洲突击部队 那么陷入了索马里民兵所谓的汪洋大海之中 那么19名特战队员死亡 虽然那边索马里民兵死了上千人 但是索马里民兵死不足其 这19名死亡的美军在国际舆论上看来 美国人已经输了 所以说这种治安战表面上看上去是不对等的 那其实内部还有另外的一种因素 什么因素呢 就是你哈马斯死个上千人 这不算什么 甚至巴勒斯坦平民在哈马斯看来 死个几万人都不算什么 以色列 哪怕他一架F16战斗机 他坠毁了两名飞行员阵亡了 那对于以色列对于国际舆论 那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冲击 这就是一个整个治安战的不对等 所以怎么打呢 要创造条件 把恐怖分子赶出城市来打 那有人说 那恐怖分子如果持续向南边这个地方 他往南边撤退 至少北边的很多很多的地道等等等等 就已经被摧毁了 然后这整个南边虽然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城市据点 但是整个的这种密度会非常非常的大 而以色列在边境的这种监管会比之前要严密的多 那么如果这次地面攻势能够成型的话 那么整个加沙北边这边的这种恐怖分子的这种据点 就会彻底被荡平 那么哈马斯的危险就会大大减少 那么当然有人说 那以色列为什么不占领加沙 这个是没法占领的 之前以色列不是俄罗斯 不是某负责任的大国 这个以色列他过去加沙这个地方 已经签定了给巴勒斯坦这边的人去建立他们的定居点 那么如果现在以色列人占领加沙的话 那么在国际道义上会出于不利的地位 国际道义不值一提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说 这个以色列过去是怎么强占巴勒斯坦人定居点的 请注意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时候 是不是巴勒斯坦和周边的几个阿拉伯国家先挑事的 对不对 第四次中东战争 是不是周边的几个阿拉伯国家先挑事 后来又被以色列给反扑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以色列去反攻 本来就已经在这些东西 而目前以色列国剑拔弩张 这种情况已经消失了 那么目前以色列整个跟巴勒斯坦如果要达成和解的话 之前签订了一些协议 那么哈马斯可以认为是不作数 那么法塔赫 他即使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他也不能认为过去的协议不作数 那么哈马斯他们怎么办呢 那么只能以色列说 这个袈裟还是归巴勒斯坦所有 但是要保证哈马斯不再其中掌权 让巴勒斯坦人解决巴勒斯坦的问题 而不能说越粗带袍 搞个假公投 让以色列解决他们的这种问题 而对于哈马斯来说 表面上看上去 他们的战争成本似乎非常质低 他们有无穷无尽的这种 肉盾可以去牺牲 他们有无穷无尽的舆论可以去利用 您看看这次 以色列跟哈马斯打起仗来之后 欧洲有多少人是在同情巴勒斯坦的 甚至我刷这个董球帝的时候 有不少不少的球星都在同情巴勒斯坦 我昨天看到一个报道说 前金球奖得主 法国球星 本泽马 对 就是那个都怪本泽马的那个本泽马 他因为他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信仰 而且据说可能跟穆斯林恐怖的组织有一些的联系 正在调查 如果这事被做时 可能金球奖要被取消 然后法国马赛的另外一名球员 因为点赞了一些巴勒斯坦的等等等等 这些帖子可能要被面临禁赛的风险 但是在柏林 在伦敦 在巴黎 大量大量的这种巴勒斯坦的这种支持者在示威 这就是整个整个哈马斯最赖以达成的东西 说实话 如果网络不那么发达 对吧 那么整个整个的加沙地的哈马斯 不管牺牲了多少多少的人在 世界上是不太会关注的 就像越南战争 希特勒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机 没有普遍的这种新闻广播图片 所以希特勒 他那个时候就算是想给美军制造恐怖 也没有办法 但是越战的时候不一样了 那么首先美国在越战的治安战打的本来就很糟 第二点 整个整个的越南战争当中很多很多非常血腥的图片视频 一而再再而三又入国内激起了国内的这种反战风场 那么哈马斯也寄希望于这样去做 对吧 把这种被杀害的儿童高高的举过头顶去谴责以色列的暴行 只不过您玩这种舆论战有一个底线 就是您不能用这种恐怖主义袭击引起的这种公愤 去博得大家舆论战的通情 对吧 一方面呢 是被杀死的巴勒斯坦人 另外一方面 是你做动力散突袭 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上被很多人称赞为哈马斯死士 很多人给他点赞的这么一些人去突袭音乐节 对吧 那个前两天吧 应该是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是比利时对哪个国家队的比赛啊 临时终止了 因为发生了极端伊斯兰分子在布鲁塞尔枪杀瑞典公民 这种事件 如果这个哈马斯 他觉得啊 可以在加沙地带让以色列国防军陷入汪洋大海之中 与此同时可以再发动大量的恐怖袭击 让欧洲陷入这个恐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话 那么欧洲人过去由于天真 由于绥静 由于过度的左倾 导致的对穆斯林的这种同情慢慢慢慢就会消磨殆尽 那么如果哈马斯的领导人是一个有政治智慧的领导人的话 那么一定会把握住这种恐怖袭击这种度 那么目前看来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啊 玩全处绝对是一把高手 但是对于这个恐怖袭击这个度这个问题可能是他自己没把握好 或者也没法把握好 毕竟极端宗教势力嘛 他如果不极端 怎么能够团结底下的民众吗 没有金克拉 怎么中庄稼 所以说以色列这次他的进程如何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上还有多少对极端穆斯林的这种同情 如果像过去那个样子 觉得爱和宽容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那么以色列你就收手吧 你就收手吧 你看那个在梅卡拉前面扔十块的小男孩多么的可怜 你就收手吧 好 那这种情况下这件事情是永无宁日 那么现在国际社会 那么大概有越来越多的人是在觉醒 我之前节目里做过 爱和宽容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爱和宽容是非常稀缺的品质 请把它留给值得的人 如果滥用这样的东西 那爱和宽容本身它就不再具有价值 那么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 那么至少对于哈马斯恐怖分子 那么以色列如果说一天时间不够 那多给一点时间 让平民撤退到南部之后 对这边进行清剿压缩之后 势必会把这个地方再还给巴勒斯坦这边 但是前提条件是哈马斯不能在这个地方去执政了 那么现在巴勒斯坦内部是觉得哈马斯是混蛋 那以色列更是觉得哈马斯是混蛋 国际社会也觉得哈马斯是混蛋 很多很多的主流国家都把哈马斯直接定义为一个恐怖组织 当然除了这个俄国和负责任的大国 他们是把哈马斯定义为什么抵抗组织 其实就是个恐怖组织 所以说俄国和某负责任大国这种调停 什么呼吁双方立刻停火这种 那能叫负责任吗 这就叫拉偏价 当然负责任的大国 他这种责任实际上本质上大约世界上也没有几个人去听 所以说这个治安战舆论战的最难点就在于这个哈马斯想引起西方这种爱和宽容的这种共振泛滥 那么很可惜他们这次的主动出击抵消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哈马斯这次的胜算并不很大 好了我们今儿这节目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